今年一代六港四季紅東方華東又來了 六港頂公室調開記者會的公佈卡士 這一次說特別邀請到 狼人殺如刑張宇農 以及立委金曲獎最佳南瓜區的高爾宣定瓜區 在一月四合晚上六點 要在六港公會當頭前講庭 頂帶演出 六港四季紅東方華東 從這一月分開始到12月6日 每禮拜六跟禮拜咖哩都出別多 在一月切合拍頭頂的演唱會 就讓觀眾記得 是會有帶一些歌唱來演唱咧 除了超偶官官張宇農 還有宣定中一話 還有偶像派、實力派和操作型的歌唱 倫煩在你公費當中開唱 我們可以說六港四季紅 可以說到今年來 到現在是第四個活動 就是我們的東方活動 尤其在11月7號 在我們公會黨要舉辦演唱會 可以說現場我們也邀請很多歌唱 要來做歌唱的演唱會 可以說都是我們年輕一輩的 喜歡的一些歌手 那這次我們也邀請了我們張宇農 也是這輩的歌唱 來為我們介紹 陸港四季紅這一系列的活動 可以說我們這個東方活動 一系列有很多的瓦東 最後壓軸 或是烏魚這個美食 來做一個壓軸的一個收尾 可以讓我們秋蘇到這個東方 我們整個都可以說這樣 非常的勞烈 歡迎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來參加 我們秋蘇到東方 一系列的活動 鄉親再起的當時 來六港修訂吃美食看高食 晚上再過來聽音唱會 享受精彩風過表演 以及金電歌曲 歡迎鄉親朋友一個大小 在11月7號 晚上6點 做回來共享新機 對中華新聞林貴英 六港彩虹報道